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 白羽斋雕工 主播 暖阳 第26集 地基的烦恼 啊! 保罗沙帐里猛地做起一个娇小的身影 一头黑发披散在 绣着了大片玉兰的素白起衣上 宫女从寝殿角落小跑过来 隔着帐子问 地基 您怎么了 少女一双柔嫩的手 放在自己的波形上 手指微微地发抖 佩云 有人要掐死我 沙掌撩开 一张肃静芬丸的脸叹起来 还好 床上只有专为夏天准备的蚕丝被 皱巴巴地转了个团 尊贵的地基抱膝将坐着 拼命在脖颈前须抓着什么 眼里满是恐慌 佩云见她衣领下露出的皮肤 背手指挠出了几个红印 急忙将她的手拉开 地基别怕 做噩梦了而已 端阳地基长长地吐了口气 阳躺在床上 披散的头发压在身子下面 娇容上满是疲惫 室内三个角落摆放了雕刻精美的大顶 顶内放着大块的尖冰 正徐徐地向上冒着白气 即使外面的娇阳似火 凤阳宫里仍然有阵阵地穿堂风 阴凉舒适 佩云扶着沙掌 地街 要梳妆沐浴吗 床上人翻了个身 眉头微粗 脚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难 书妆 今天有什么事 下午赵太妃要去星善寺祈福 想让地基做陪 话音未落 端阳地基瞳孔紧缩 一个翻身坐了起来 脊背紧紧地靠住墙壁 浑身地颤抖 本宫 本宫不去星善寺 地基 佩云吓了一跳 可这不是三天前半夜太妃时说好的吗 端阳耳边仿佛又回荡起了那个诡异的声音 一声声地在她耳边呼唤神尼 谁在说话 寺院内古树参天 青石板下满室青苔 风吹夜落 发出速速的声响 眼角上悬挂的青铜铃铛颤动着 神女 快随小人来 我等候您多时了 周边的场景飞速变化 寺中翘起的眼口 飞速变成了密林 又到了大片的荒地 山巒如波涛般起伏 绿油油的麦田一望无尽 最后又回到了殿与连绵的寺内 这是在做什么 她环顾四周 与她出来时别无二致 只是天色很暗 天空仿佛被人用一张巨大的布盖着 密不透风 诸遭一片的死境 方才神女所在位置不对 现在对了 你是谁 为什么叫我神女 那声音笑起来 随即起起伏伏 跟上了无数道的笑声 这些笑声 有的浑厚 有的苍老 有的智能 竟有百十人之多 她倒退了一步 回头望去 地上竟密密麻麻 跪满了人 他们姿态浅诚地扶在地上 仿若将她奉为神明 神女已至 仪式开始 再然后 端阳猛地闭上眼睛 不愿再回忆起那个场景 语气里满是愤恨 刺打本宫跟母妃去了星善寺 回来便开始总作噩梦 我不想再去那个鬼地方了 佩云脸了笑 地机慎言 佛祖劝人向善 去一趟寺中 能够抵挡尘埃 只有抚平心绪之效 怎么会 致使人做噩梦呢 此时 宫中信佛已成潮流 天家妃嫔 不论品皆高低 身份尊卑 一律自发地吃瞻念佛 每年花一大笔开支 在寺庙里 比谁更虔诚 而这股风气 正是由她亲生母亲 赵太妃带起来的 谁都能说 做女儿的不能说 端阳烦躁地揉了揉眉心 我知道了 梳妆吧 端阳帝姬 本名里舒敏 先帝宠妃赵氏之女 金上的宝妹 深得胜宠 妙妙搜 都长刮度地 想着原书中的剧情 被沐生开口打断 她眼中机窍 你说的这些 哪个不是众人皆知的 妙妙怒而反驳 你这么厉害 倒是说点新鲜花样来啊 派你出去打探消息 就说回来这么些废话 她打量了妙妙半赏 你到底有什么用 好了阿圣 沐瑶淡淡地放下茶杯 责怪地看了弟弟一眼 林小姐没有自己的暗线 别再折腾她了 连沐瑶都看出来了 最近这两个人之间 有点反常 从前倒是貌似很和谐 可这几天 就像火药桶碰上了火星子 动不动就互相激讽 还是口齿淋漓的 林妙妙获胜居多 而沐生 她似乎从没见过 她如此明显地 欺负一个女孩 她硬带着不识路的妙妙 走到繁华的街市上 兜了几个圈子 将她一个人丢在人群中 自己抽身而退 隔几个时辰才回街上 将无助徘徊的人 领了回来 她让林妙妙 一个长在深归的小家碧玉 去市井间打探 被那些风乳肥臀的妇女 讽刺刁难了一个下午 回来时 都还是灰头土脸的 沐瑶虽然不喜欢林妙妙 但也不希望她出什么危险 沐生屡教不改 就像瞬间退化了十岁 扮在这个坎上 过不去了似的 倒令她有些头痛 休战 妙妙白了沐生一眼 趴在客栈的红漆木桌上 阳光从半斜的隔窗投射进来 外面是长安外国繁华的街道 神来人亡 扶一从枝丫作响的二层 踏步上来 见沐生与姐姐坐在一边 便走过来坐在妙妙身旁 喝了一盏茶水 怎么样 沐瑶叹身 下午 赵太妃将带着端阳地基 去兴善寺拜佛 到时 我们跟在暗处 沐生冷笑了一声 这赵太妃是不是以为 拿了沐家一块玉牌 就可以把我们当足子用了 捉妖世家沐家 一生为百姓福祉奔走 从不为荣华停留 也从不听从高位者的号令 除非此人手上有沐家的玉牌 手上有这块玉牌 就可以调动沐家人前来铲除要挟 天南地北在所不辞 因此 这玉牌很是珍贵 统共只有三块 都给了曾经有恩于沐家的人 赵太妃手上就有这么一块 沐瑶说不清 这令牌的来头 听了沐生的话 沐瑶的神色明显不悦 既然觉得我们不登大雅之堂 何必大老远地请我们来 沐生笑着看向柳福衣 熟练地霍水冬野 那就要看柳公子究竟是如何交涉的 当今天下妖物横行 宫中不缺捉妖驱轨的方式 这些方式宛如金丝雀 终身但在宫城内为帝王家服务 鲜少出来抛头露面 捉妖人相亲 宫中方式们看不起宫外的捉妖人 认为数法最高的造诣在青天见 捉妖世家都是野鹿子 自然出身捉妖世家的姐弟两人 也看不惯那帮养尊处优 又没什么本事的方式 阿生不要误会 柳福衣从容地解释 青天见 岂是后妃随意就能调用的 想必她是遇上了什么男士 希望自己暗中处理 不想惊动陛下 木瑶点点头直入主题 听说端王地基自十八岁生辰那年 去了一会兴善寺 回来便夜夜噩梦缠身 的确有些奇怪 柳福衣漠然望向窗外 目光仿佛透过重重的楼宇 到达那一片连绵不断的寺院古叉 因赵太妃信佛 具有强大的带动效应 这股浪潮转瞬就席卷了 整个权贵阶层 乃至整个独城 物极必反 岁武最爱趁人疯狂时 伺机而动 她的眸中泛出了一丝深沉的忧虑 丁妙妙贴在冰凉的墙根上 插不上嘴 伸出筷子 夹向盘子里的葫芦筋 长安葫芦鸡久负盛名 鸡皮炸得又酥又脆 油而不腻 金黄的薄薄一层 自然地与鸡肉剥离开 令人垂涎三尺 不料挨住鸡的一瞬间 横空伸出了一只筷子 架住了他的 抬头一看 看见牧生笑吟吟的脸 丁小姐 你都吃了半只鸡了 周然被这么说出来 宁妙妙占红了脸 她这一路上 除了不停地给柳福一 制造麻烦刷存在感 就是在主角团 紧张讨论案情的时候 在旁边吃吃吃 虽然是剧情的需要 可确实是 察觉到木瑶和柳福一的目光 都落在自己的身上 她善善地收回手去 牧生的筷子却不停 夹起一只酥脆金黄的鸡翅 轻柔地放进了她碗里 怎么不吃了 我记得林小姐喜欢吃鸡翅 她眸中的笑意宛如一汪春水 林妙妙感觉自己被噎住了 自从木生请她急流勇退 被拒绝后 她的半字使得越来越顺手 那天 她强行带她到早市探听消息 巧言令色地 蛊惑了一群 卖鱼卖水果的大妈 将她往人群里一堆 转身就没眼了 那群胸前波涛汹涌的阿姨 气势汹汹地将她团团围住 问的全是 那唇红齿白的小狼群 多大了 问贝可否 去哪儿了 你是她什么人 等她装疯卖傻地挣扎出来 头发都乱了 走在路上 活像是被抢劫过的 而木生站在路边 远远地递她一面镜子 笑吟吟地 邀请她看着自己的尊荣 妙妙叹了一口气 柳福依的表情 却异常地欣慰 她鼓励地拍拍她的肩膀 妙妙 阿生给你夹的 快吃啊 她甚至还拉着一头雾水的木窑 站了起来 姚儿 走 随我一起劫前去 一头雾水的木窑 被她扯着走远了 木生无声无息地坐到她旁边 腻着她的脸 好吃吗 这一路上 你都不嫌烦吗 妙妙无趣地 扒拉了两下鸡翅 木生的笑意不明 林小姐有趣极了 我怎么会觉得烦呢 妙妙哼道 不就是又知道你一个秘密吗 公平喜见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好了 少年的表情凝固了片刻 别再提你的癸水了 这一次不是癸水 妙妙凑近了她 手柔的声音在她耳畔响起 我十五岁的时候 胸围只有两支舞 一年时间里长了好多 木生顺着她的脖颈往下望 下意识地想看看 那长了好多 是个什么程度 不想她立即双手护在胸前 一下子躲远了她 携腻过来 自证腔圆 往哪儿看呢 不知羞 周围的嘈杂声骤停 长安城的大爷大妈 叔叔阿姨停止吃酒 无数谴责的目光 落在她脸上 像凌迟的刀子 不多时 直直点点的声音响起来 长得挺好看的 不想是个登徒子 神不可貌想 血是这样的 血是 就是就是 咔他 一个标形大汉 如同一道黑云涌过来 将腰间的配件 往桌上重重一拍 挡在凌妙妙身前 对木生横眉冷对 我们长安 风际友好 求不得你再次撒野 木生望着他的手指 黑润润的眼眸中 几乎要冒出火来 大汉也冒火了 你还敢瞪我 木生冷冷地瞥他一眼 没有回应 站起来 静止往大汉的背后看 压着火气的 凌妙妙 出来 咔哒 大汉猛地一拍桌上的剑鞘 直拍的桌子都要抖上三抖 小子 你可不要太嚣张了 转身对着凌妙妙安抚的 姑娘你别怕 初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 我们长安城 都是你的乡里乡亲 大哥给你做主 凌妙妙心里几乎笑叉了气 从那雄壮的身影背后 探出个脑袋 真诚地笑道 多谢这位大哥 您误会了 我们一起的 他跟我玩呢 真的 大汉无疑 嗯 真的 妙妙点头 素不相识的侠义大哥 拎起那把沉重的剑 一步三回头 每回一次头 就要指着陌生的鼻子骂一句 给我小心点 一看 你就一肚子坏水 休要在长安撒野 再让我看见一次 打断你的狗腿 沐生面无表情地 沐送那凶猛的大汗远去 将目光转向站在一旁 憋笑憋得直发走的 林妙妙 他脸上十分严肃 性子眼里写满楼梦 真没想到 长安百姓实在是太热情了 沐生的脸色变了又变 咬牙转身 不早了 走吧 这人从不是个软柿子 找到机会就要反江一决 目的不明 琢磨不透 偏偏还刀枪不入 还是再留在身边 观察观察吧 身后的少女 紫藤色裙摆一旋 犹如木槿花 柔开了花瓣 由此贴贴不休 对了 倘若我泄露你的秘密 你大可以将我的秘密 说得众人皆知呗 哎 你怎么那么快做什么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白羽摘雕工 主播暖阳 第27集 地基的烦恼 2 大起灵塔 广至天宫 星扇寺一片的 电雨连锦 画拱成云 单颅捧制 白玉栏杆重叠而上 碧瓦飞盟 在参天古树的眼映下 连绵一片 赵太妃的马车 停在寺前 两个浅红乳裙的宫壁 扶她下了车 太妃年已四十 但保养得相当精致 瓜子脸上 坠着妩媚的一双眼 紧眼角有些重纹 薄唇若有若无的勾起 年轻时候 一定是位妙人 这位先帝 曾经的宠妃 一身酱子 浮以鲜亮的 秋叶黄纹饰 贵气里刻意带了 一丝年轻的色彩 她削减了贵重的头饰 头上只别了一只素钗 临下马车 似乎想起了什么 将手上的漏金护甲 也捋了下来 顺手交给了宫壁 后面紧跟着 又来了一辆马车 宫女佩云先跳下车来 伸手去扶车里的端阳地基 李松敏生得很像赵太妃 一双眼睛大耳水灵 但身为公主之尊 无需讨好他人 她比母亲更要自信 神态里总是带着一股 漫不经心的娇横 赵太妃远远等着女儿过来 一见她采衣划裙 不紧不慢的模样 眉头猝了起来 佩云 怎么给地基选衣裳的 佩云吓了一跳 回头去腻端阳的神色 地基撒着娇 挽住赵太妃的手臂 母妃是我选的裙子 今日天气好 适合出来踏青 书敏都说了多少次了 佛祖面前你姿态要放低一些 她顿了顿 见到端王精神不济的慵懒模样 摸了摸她的眼皮 心疼道 又做梦了 她合过头去寻觅着 瞥见远山脚下 柳福衣矗立的身影 面色烧气 扶着端阳的手 压低了声音 母妃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 多半是从前 咱们心不成 才让神明怪罪下来 这回母妃啊 捐了三百斤的香油钱 亲自磕头赔罪 你肯定啊 不会再做噩梦了 端阳满脸的不赞同 想争辩什么 最后还是颓然地放弃了 她顺着母亲 若有若无地视线看去 碧蓝的天空之下 远山叠脆 那里似乎立着一个 年轻男人的身影 她急背挺拔 衣袖和披散的黑发 随风摇摆 那身影宛如折仙 她还想要好奇地看两眼 转眼已经走到了正殿的门口 被赵太妃拉着进去 一股浓郁的檀香扑面而来 门在她身后缓缓地眼上 赵太妃微微地侧过脸 半张脸都落在阴影中 都在门口等着 宫婢们恭敬地垂袖 分两列守在门前 夜日已经息邪 偶有一阵风吹来 寺中遮天蔽日的松柏 轻轻地抖动 发出波涛般的响声 巍峨的电雨 在一片柔然中 窥然不动 树下细碎的光影 洒落在柳福依脸上 她用好听的声音低声吟颂 轻轻一见松 遗址再连弓 木瑶的声音如玉石撞击 轻烈动听 显色浅潮雨 秋声半夜风 她闻声回过头来 冲她微微一笑 阿姐什么时候学了这首诗 我怎么不知道 木生微眯着眼睛 习惯性地打破这种 和谐温馨的画面 木瑶又好气又好笑地 朝前面抬了抬下巴 现学的 木生扭过头去 裹剑到不远处的 树木掩映的墙壁上 不知被哪个张扬自艺的文士 以苍静的笔触提了一首诗 丁妙妙低笑一声 被木生一记眼刀 吓得缩散了柳福一的身后 探出个脑袋 见木生一张青春鲜活的脸上 满是阴沉 心里忍不住偷偷地笑 日常观看免费的修罗场 生活真精彩 姚儿 你可有感知到妖气 柳福一把玩着 那小小玲珑的九旋收妖塔 露出了沉思的神色 没有 木瑶有些迟疑 不过 我想地基不会无缘无故地 被梦魇缠绕 只是现在赵代妃 不许我们直接插手 插起来束手束脚 实在为难 柳福一劝道 家丑尚不外扬 何况是皇家秘心 木生眺望着 层叠栏杆上 巍峨的皇家寺院 错落的珠漆柱外 站着两排训练有素的 锦衣弓壁 她突然冷笑一声 哼 马上 她便不得不求着我们 接受着皇家秘心了 信女赵沁如 带着女儿李松敏来了 紫色裙摆拖在地上 赵太妃和拢的手掌 微有颤抖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 既说我诞下个神女 应该服责不尽才对 为何 为何反降困恶 莲花宝座上 一座巨大的金身 接引佛像 以某个轻微的角度 向下倾斜 和蔼地 微笑着俯视着 云云众生 跪在大殿中的端阳 不敢抬头 只觉得那 栩栩如生的神像 仿佛一团 金光四射的云 压在她头顶 她惶惶不安 一旁的赵太妃 却闭着眼 服贵在那里 口中念念有词 信女一按指令 将全部身家尽数上贡 求佛祖保佑我儿 身体康健 不再被噩梦缠绕 早年的因果 应在我身上便是 那些恶毒之人 她脑中轰然闪过 许多画面 紧逼的双眼 猛地睁开 闪出一抹 绝绝的光 统统入地狱 不得超胜 许完了愿 仿佛了却了一桩心事 她长舒一口气 站起来 在岸前静了手 点燃六支箱 插入到箱炉中 随即再次跪倒 在谱团上 双手合十 高举过头顶 向下至嘴边停顿 再向下至心口 摊开双掌 掌心向上 上身虔诚地拜倒 鲜雾缭绕着 携声入空中 敏敏 你快拜一拜 她急促地唤着端阳 扯着不情愿的少女 跪在了谱团上 蝉香气息浓郁 恍然间 耳边传来一声轻欢 神女 一阵风仿佛若有若无的手 拂过了端王的脊柱 刹那间 头皮一阵发麻 她几乎是向被人踩了尾巴 立即跳了起来 母妃 你 你有没有听到 耳边传来越来越多的声音 神女 神女 快随我们来 老的少的 男的女的 狂喜的 焦急的 一声叠一声 被狂风搅散 空气被旋转的气流 切割得破碎了 那些声音 话不成句 慢慢地变成了 风的乌叶 眼前的光线 慢慢地暗下去 延伸出一条 长而黑暗的涌道 两旁 微有亮光 分裂摆放着 色彩斑斓 神态各异的菩萨像 未显皇家气派 佛像用足金 观音像用白玉 纯粹而威严 高不可攀 可眼前这些菩萨像 充满了 青绿 电蓝 珠红 藤黄等颜色 羞如民间 城隍庙里 泥塑彗的神像 艳丽而鬼 尾印 端阳难以置信地望着 脸上渐渐地涨红 机遇滴血 那些佛像栩栩如生 连衣带的褶皱 都活灵活现 更不要说 面上的神态了 男男女女们 衣衫半退 足上 头上 腕上 带着层层叠叠的金石 三两个挤在一起 将私密之处 毫不忌讳地 展露出来 以各种 令人扎舌的 扭曲姿态 行雨水之欢 明明应该是冷冷清清的佛像 却比红尘男女还要疯狂 自已 端往耳边的音浪 冲击着她的耳膜 神女 虎等候您多时了 她的脸色由红转轻 牙齿咯吱咯吱地上下碰触 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噩梦 那个噩梦成真了 呼吸间 几乎要从肺部牵扯出棉絮 恐惧像看不见的手 绝住了她 她像一个瞎子 在冰天雪地里崩溃地逃窜 颤抖着大喊 我不去 别叫我 别叫我 敏敏 敏敏 赵太妃看见端王 突然发疯似地大叫起来 朝着空气拍打 急忙起来 却被猛地推开 端阳脸色铁青 扑过去 用力地拍打着紧闭的电门 凄厉地喊了几声 动作突然减缓了 黑色的血液顺着耳孔流出 在雪白修长的脖颈上 拉出了一条树长的线 赵太妃的脑袋轰得一下 发出了颤抖破碎的尖叫 我的儿啊 来人 快来人 耳边响起了一个轻飘飘的声音 带着十足的讥笑和讽刺 像一阵刺骨的冷风 灌入她的耳朵 信女赵浅如 你是不是败错地方了 赵太妃因焦急而战红的面孔 瞬间变得煞白 她倒退了两步 转头茫然的四顾 别叫我 别叫我 地鸡凄厉的叫喊声越来越弱 向后退去 身子软软地倒下去的一瞬间 看见大门由外向内推开 随即所有恐怖的声音 假然而止 耳中只剩下树上的缠鸣 清风带着赤红的晚霞涌入 漫天绚丽的华彩 都在那一人的身后 柳福依稳稳稳地接住了 地鸡的身子 目光冷淡地扫过了阴暗的大殿 落在了呆若木鸡的 赵太妃的脸上 娘娘 她不动声色地提醒 刻意抬高了声音 地鸡重数昏厥 需要叫太医吗 柳福依的脊背挺得笔直 保持着十足的警惕 衣袖里揣着九旋捉腰塔 但凡有一丝摇起 这宝物一定会跳出来 照得作祟之物无可遁形 可惜没有 带着热浪的晚风 卷过她的发烧 寺外天际的晚霞 与莲花座上的金身佛像相映 端庄肃穆 华美异常 见到佛像真身 外面的宫壁不敢逼世 齐刷刷地扶跪在门口 透过她们光亮的发际 远处拉马车的梁区 百无聊赖的扫动尾巴 四处寂静地只剩下风声 柳福依怀抱地鸡 一昧摆动 对 赵太妃稳乱地呼吸 慢慢地平静下来 手指将帕子扭得变了形 她伸出颤抖的手 理了理发梢 找回了一些体验 地基众树昏厥 来人 回宫 赵太妃慢慢靠近了柳福依 和其身旁神情严肃的沐瑶 似乎仍然心有戚戚 声音都蔫了下去 佛寺里却有古怪 拜托诸位了 太妃娘娘 沐瑶清清明明地眼睛盯着她 那双琉璃眼瞳中 容不得一丝隐秘的恶气 四里并无妖气 赵太妃猛然一礼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懒洋洋的声音 自众人身后响起 陌生雪白的脸 扮演在阴影之中 唯独一双黑润润的毛子 似乎倒映着满直的星光 是阴暗中石破天惊的两抹亮 赵太妃望见她的脸 眼中闪过一抹金色 嘴角不自知地惊暖了一下 沐瑶手里捏着烧了半截的六支香转 从黑暗中走出 嫌弃地伸到众人的眼前 小小几个迷幻象 便把你们都唬住了 她没有在意赵太妃的神情 而是低头掀起桌案上的桌布 妙妙 快点 香案后爬出 手里捧着两大把香的林妙妙 唉 没了一几烧的香都在这里了 回去查一查吧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白羽摘雕公 主播暖阳 第二十八集 太妃娘娘 说来真是巧 下官从太仓过来 遭遇传难 还是这几位大人显了灵通 救了下官一命 郭修庞大的身影 立在店内 半拱着身子 满脸横肉的脸上讨好的笑 别扭得有些滑稽 赵太妃没有作声 尖尖地护甲翘起 有些心烦地 用茶杯盖子刮蹭着眼口 柳福一专注地 看着一旁满头大汉 摆弄着香转的老太医 和一个穿绸布衣上的年轻香尸 不自觉地拧起眉头 不知道在考量些什么 沐阳安静地盯着自己的手 岸前的茶水 飘起如云的白起 凝结在她的睫毛上 都是下官消息不灵头 岂位大人受太后所托 远道而来 又是下官的救命恩人 应该早做安排才是 郭修逆着地板 镜子絮絮叨叨 行了 赵太妃碰的一下 将茶盏搁在桌上 语气不悦 我叫你来是为了什么 你心里不明白吗 郭修顿了一下 尴尬道 娘娘 这 臣实在冤枉啊 哼 你冤枉 赵太医狠狠地 弯了他一眼 回手扬声道 陈太医 陆先生 你们说说 本宫冤枉他没有 那年轻的香绳鹿酒 是按照牧生的意思 特意从民间请来的 身上特意准备的一件 崭新的丝绸长衣 在这华美宫廷里 绳就显得有些寒酸 他有些紧张 本来略显苍白削弱的脸 微微地发红 回 回娘娘 这 这香 这香是 上好的弹香 郭修文言 腰杆挺直了 陈自打 当上这个礼部侍郎 素兴野妹 战战兢兢 唯恐不能为娘娘 干脑涂地 臣知道 娘娘礼佛心诚 又怎么会做那种 一次冲好的事 他面上满是委屈 甚至伸出手 夸张地 开了一下眼角 赵太妃忍耐地 闭了闭眼睛 陈太医 回太妃娘娘 须发揭白的老太医 颤巍巍地 擦了一把 额头上的汗水 费劲得到 这里面 的确掺杂了 可以安神 和置患的药草 话未说完 赵太妃便神情猛变 怒不可遏地爆发了 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郭修 你还有什么话解释 我让你一路高歌 走到这个位置 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郭修让他吼得一个哆嗦 大脑一片空白 头上冒出了 一层细密的汗水 脸色发白 不可能 这不可能呀 陆先生 木瑶不知何时 出现在那年轻香尸的背后 身上一股梅花冷香 若有若无 惊得他向后退了两步 他纤细的手指 捏了一小块香砖 在指尖撵开 嗅了嗅 沉默扮上 问道 你既然是长安城里 最有名的香尸 变不出这里还有一种多余的成分吗 陆九咽了口唾沫 下唇微微地颤抖 草民 草民 他定了定神 回答道 的确 的确 还有一种多余的 但 但依草民之力 难以 辨别 陆九 你不肯说 赵太妃的声音 有些尖利刺耳 小本宫 求你吗 娘娘 先不要生气 木窑平静地打断 自然地挡在了身子发抖的香尸前面 陆先生是本分的生意人 辨别不出是正常的 因为他未曾做过 那杀人放火的勾当 他刻意咬中了杀人放火四个字 目光凌冽地掠过了郭修的脸 溪水从巨石上流淌而过 发出清脆的声响 水流分成无数谷 分开又汇聚起来 奔向远方 唉 倒霉催的 林淼淼蹲在大石头上 将手中的衣服翻了盖 装衣服的木桶 被水冲得微微地飘动起来 他眼疾手快地伸手扶住 拖到了一边 无数绵密的水雾打在他脸上 在这酷夏天带来一阵清凉 他停下来 将红彤彤的脸颊凑进了溪水 冻得眉毛上全是水珠 兴致勃勃地挽起袖子来 将手臂也泡进水里 哗 他将手臂从水里猛地捞出来 感觉水顺着伸直的手臂 流进衣服里痒痒的触感 自娱自乐得相当开心 段子似的长发泛出泪色的光泽 头发多而顺滑 一根簪子定不住 有一半已经掉落下来 他干脆扯掉了簪子 顺平头发披散在背后 用湿着的手理了理发烧 鞋放在肩膀前 开始对着半桶衣服发呆 霍灵妙妙也算是娇生惯养 连自己亲爹的衣服都没洗过 居然还要帮黑莲花洗衣服 他对着水里面自己的倒影 长期短叹 唉 完成任务之后 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再去信息部 投诉这个垃圾系统 伸手将湿透的外袍 再次泡进溪水里 开始新一轮地自娱自乐 直到风送来一抹悬色的衣角 妙妙动作骤停 抬起头来 看到沐生居高临下的一张脸 他躲在那里 也不知道听了多久 沐生慢慢地蹲下来 注视他的眼里 满含着细血 林小姐很不情愿 四面溪水奔涌流淌 他满意地 看见他的神色由精转去 妙妙憋了半嗓 憋红了一张脸 你说啥 听不清 他抓住他的后脊 将他拖到眼前来 两人的脸贴得极劲 几乎要鼻尖相碰 妙妙紧张地盯着他的嘴唇 那两片色泽粉红的嘴唇相碰 轻柔地吐出了一连串的毒液来 我说 既然不情愿 就别装枪作事 哈 他冷笑一声 将脸向后闪躲了一下 说的像我不情愿就可以不洗一样 他将差点被水冲走的衣裳一把抓回来 放进桶里 有些狼狈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我们现在住在皇宫里 有大把的宫壁等着服侍你 你非不让他们洗 硬要折腾我 我有抵抗的能力吗 比起把他丢在人堆里让他找路 还是洗衣服温和一些 毕竟这个世界的夏天如此难挨 他就算坐在大块尖兵旁边 也是待不住呀 木生的睫毛颤动了一下 我嫌他们粗手粗小 想来林小姐娇生惯养 她的目光落在她白嫩的手上 水葱似的手指紧紧地按住她的玄色衣服 对比十分明显 她语气顿了的 我就喜欢娇生惯养的手帮我洗衣服 林妙妙无言以对 半晌继续认真地揉搓起来 行 这就洗 你闪开吧 挡我光了 木生还是蹲在石头上 懒洋洋地注视着她 妙妙的头发柔软顺滑 服服贴贴地垂在胸口 随着她的动作微微地晃了 她的头一阵眩晕 恍惚中有些褪色的场景 如同片片的雪花涌进她的脑海 那个美艳如花的女人卸了拆环 像是世间所有的平凡妻子 眉宇间满是沉静的温柔 院子里飘起了雪花 她头上星星点点的白 有许多落在她面前的盆里 半天都不融化 娘 手冷吗 她抬起头来 笑得万物失色 给小生儿洗衣裳 不冷 那张脸 她眼前一阵的天旋地转 身子晃了 被一只手一把扶住 怎么回事 蹲蹲蹲不稳的 林妙妙的手是湿的 嫌弃地揽住她的腰 冰凉凉的 她顺手在她衣袍上 故意蹭了两下泡沫 这才悄悄地收回手 闪着水光的杏子眼里 含了一丝的调笑 盆要跑 衣服要飘 你还要倒 我就是活得八爪鱼 我也顾不来呀 她目光闪了闪 避开她衣领下那块雪白的肌肤 妙妙早就习惯了 黑莲花的突然变脸 继续洗她的衣服 睫毛低垂 嘴角满不在乎地翘着 木声突然道 手冷吗 妙妙皱皱眉头 心里奇怪 不冷 夏天嘛 玩水多凉快 她敏唇一笑 心里冷森森地揭倒 要是你敢让我冬天洗衣服 老子就把盆扣你头上 木声半嗓都没吭声 换了个姿势 干脆盘腿坐在了石头上 对了 木声 林妙妙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聊天 其实你的衣裳也挺好洗的 这骚包 一天换一件衣裳 换下来的几乎都是干净的 还有一股若有似无的梅花香 那是她怀里的气味 黑莲花连香气 也要跟姐姐保持一致 是吗 对 只不过 妙妙扯起一件给她看 没有土 都是血 她玩笑地望着她 你以后少留点血好不好呀 血印可比土要难洗多了 她一顿 竟然一时不知该如何做的 今天的林妙妙格外地惹人亲近 不知道到底是她手上拿着自己的衣服 实实在在沾染了自己的气息 还是因为这溪水腾出的水雾 柔化了她的眉眼 垂下眼睫 恰看到一颗晶莹的水珠 顺着她的发丝滚落下去 眼看就要无声地落在她衣裙上 她鬼使神拆地伸出手 飞速地接住了她 水珠落在手心的瞬间 碎成了八板 顺着掌纹飞速地蔓延开来 仿佛一个最温柔不过的亲吻 她似乎一下子清醒过来 猛地攥进了拳头 圣物二进度提示 恭喜宿主 带攻略角色 沐生 好感度达到百分之三十 没错 太苍郡主线后 妙妙如愿以偿地从系统那里 得到了攻略对象的好感度通知 每增进百分之五 都要通知一下 四分之一的路程 已经刷到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好感 她还是相当欣慰的 只不过 作为毫无经验的新任务人 她就像是盲人走路 在这条根本不熟悉的路上 摸摸缩缩 沐生慢慢地站起来 水珠早就变成掌心的一点乳吃 少年优美的侧脸 被阳光镀上了金边 一星耀眼的光 聚集在刷子的眼睫上 你明知道这一路上 我是故意刁难 为何还对我言听计从 宁妙妙被她这么一问 愣了半天 猛地爆发出了一声笑 我说了要一直跟着你们 被折腾两下就退缩 岂不是太闹了 沐生不作声 望着她在阳光下的脸 细细的白色发带被风吹着 犹如蝴蝶展翅 两人的衣袖摆动 在这个无言的瞬间 像世间最普通不过的少男少女 在写什么两小无猜的初恋故事 妙妙看着她笑 声音又甜又脆 哼 我也想问问你 你这么折腾我 你是不是觉得挺开心的 妙妙俯身将洗好的衣裳 装进桶里 捶了一捶蹲麻辣的腿 麻利地跳起来 魂不在意 这一路上 我看你玩得挺开心的 我也没觉得不高兴 林妙妙哼着歌往回走 她的心大 可是家里人和学校老师盖了戳的 连最不拒小节的豪放男生 都对她的心宽四海拜服了 真人体验都不怕输 更何况是完成任务 她一向不跟小心眼的人一般见识 重要的是过程中的体验嘛 牧生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转身就走 胡说 妙妙脚步一顿 糟了 又说错话了 脑子里叮的一声 圣物二进度提示 恭喜宿主 代功率角色 牧生好感度达到35% 请再接再厉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 白羽摘雕宫 主播 暖羊 第二十九集 热死了 热死了 小宫女佩宇 匆匆地跑进凤羊宫内 上乳的两只袖子 挽到了肘上 额头上满是汗珠 抱怨道 姐姐 外面沉叫 跟疯了一样 当直的大宫女 嘘了一声 嘘 小声点 地区在休息 快把衣服穿好 像什么样子 佩宇 呕了一声 捏手捏脚地 向内殿走去 层叠的沙障如青云 掩藏着轻柔的声音 当时我们守在外前 听到里面 好像有拍门的声音 但娘娘先前嘱咐 无令不得进入 大家都还在犹豫 那个穿白衣的公子 便走过来了 佩云低垂眉眼 端着圆形的小河 手法轻柔地 给端羊手臂上的 换处敷上药膏 在场的都是内宫奴婢 谁也没有注意 她什么时候 站在那里的 还没顾得上篮 她一把 就将店门推开了 端羊的两只耳朵 被纱布包着 显得有些滑稽 一双眼睛 一眨不眨地 瞪着远方 她收回手来 抱在怀里 嘴角泛出了一丝笑 佩云 你可有 仔细看过她的像吗 火长这么大 从未在心中 看过如此潇洒剧意的人 她语气 越发低下去 眸中仿佛有一团星火 在闪烁着 不知是惊喜 还是惆怅 那日满天的晚霞里 她站得笔直 衣袍在风中飞动 佩云卷着床上的账曼 脸上有些犹豫 可是弟兄 那位公子 是江湖的捉妖人 她 江湖捉妖人又怎么了 端阳的眉宇间 划过一丝不悦 旋即又浮现了一丝笑 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母后不也在重用她吗 我看 她比那些世家公子 有胆量得多 说是能留在长安 以后 必定前途无量 一旁的佩云 年纪稍小些 梳了个紧紧的发迹 额头上 绷出了许多碎发 站着听了半嗓 插嘴道 柳公子真的能留在长安吗 我现在身边 有一位白衣女侠 好像是一起的 端阳的娇容阴了下去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半嗓才稳住了心神 那个女人 说的还是姑娘头 你怎么知道 她与柳公子就是一对 佩宇逆着她的神色 眼珠一转 笑嘻嘻地接道 哼 地鸡说得对 她肯定只是结伴而来 再说了 世上女子 谁能比得上我们地鸡呀 佩云低头安静地听着 不至一词 端阳的嘴角 抑制不住地上翘 却阳怒得超级鼠紧圆枕 虚虚地朝佩宇砸过去 哼 敬回产妹 佩宇接住了 蹦蹦跳跳地凑到端阳身边 为她舒服地垫在背后 端阳做事推了几次都没推动 两人在床边玩闹了一会儿 佩宇身子一退 不经意撞在了佩云的身上 佩云仿佛感知到自己 与这样的场景格格不入 宛如一只被火蛇撩到的猫 不作声地退了下去 端阳坐到了庄台边 专注着逆着镜子里的自己 有些不悦地看着耳朵上的纱布 佩云什么都好 就是太闷了些 让人扫兴 佩云抿着嘴笑了 她颧骨略高 露出夹边的一只梨窝以后 倒显得青春可爱 佩云姐姐毕竟曾经是皇上的人 说话就是自然也跟皇上相似了 一双小手握着梳子 小心翼翼地闭过了她的耳朵 挽起一个发际 在她边边别了一朵新鲜的勺药 端阳微脸眉 脸色油情转阴 皇兄向来不待劲我 连带着奴婢都对我拿枪拿掉 真是憋屈 她手指绕上发丝 摸了摸并边的那一朵娇艳的鲜花 心情又愉悦起来 佩云 这花会不会太艳了些 佩云两手扶住她的肩膀 笑嘻嘻地称赞了 哼 这花夺不过地基半分的风采 瞬谁见了都觉得人比花椒 端阳忍不住 吃得笑出声来 哼 救你机灵 她站起身来 听说母妃在客厅见她 她伸出手整了整发际 压不住嘴边的笑容 刚好 本宫也顺便去见见我的救命恩人 夏日的阳光格外的灿烂 城牌的木格山 在流云宫大殿里 投下了一片整齐的影子 烈日正盛 一阵阵缠鸣声声嘶力竭 端阳提着裙摆从布脸上跳下来 三两步到了檐下 殿下留步 赵太妃身边的上宫站在玄关 朝她扶了一下 弟姬扮回过头 面上焦横 怎么 母妃在厅中 我不能进去吗 回殿下 娘娘与客人 有要事要谈 端阳弟姬已经透过窗帘 望见厅中的几个人影 隐约见到白衣方式 手捧茶盏 坐在赵太妃的右侧 一时间走了神 大殿中诡异的安静 一个体型剑术的人 正跪在地上慌乱地叩手 娘娘 臣实在冤枉 臣真的不知道 好好地相撞里 怎么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赵太妃的眉头 几乎拧成了麻花 神色十分地复杂 奔赏 才小心翼翼地问她 沐方式所言非虚 沐瑶清零零的声音淡然的 我绝对不会认错 被她挡在身后的香尸露酒 脸色苍白 丝绸长袍被汉字入尸 在肩胛骨上 形成了两个深色的印 郭修 赵太妃眸中闪烁着惊恐 猛地一拍桌子 尖利的嗓音几乎破了音 你 你好大的胆子 郭修满面的震惊 几乎瘫倒在地上 张嘴欲言 没想到一抬脸 嘴一歪 当下控制不住 哭得涕泪横流 姨母 姨母救我 侄儿当真 什么都不知道 柳福衣和沐瑶对视一眼 眼中颇有差异 这国修居然是个攀裙带的 还跟赵太妃沾亲带顾 别叫我姨母 我有你这样的好侄啊 赵太妃压低了声音 眉间满是狠意 像是个低声咆哮的凶手 这份差事还满足不了你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我眼皮子底下干了什么 自己作死 还妄想别人保你 姨母 姨母 侄儿真的冤枉 国修将头磕得砰砰坐下 侄儿 侄儿是贪慕富贵 可侄儿自小 连杀鸡都怕 怎么敢杀人 这笔箱 乃是我从长安城外的静阳坡 一个叫李准的商人那里进来的 当时 只图便宜 未曾想到其中竟然有此玄机 赵太妃闻言松了口气 冷哼了一声 徐托般地靠在椅背上 转头征寻道 柳芳师 柳芙一与沐瑶交换了眼神 点点头 檀香里面掺杂这么多死人骨灰 动机未知 实为罕见 其中必有内情 沐瑶神色严肃 请娘娘 允许我们查一查这个李准 赵太妃本不想再招惹麻烦事 可是事情毕竟由她前出 只好虚弱地摆摆手 让郭修起来 料你也没这个胆子 知道什么 还不速速报给两位方氏 端阳地基正听得入神 不经意间触碰了帘子上的坠珠 当了一声响 赵太妃眼间 远远地看见了端阳脚下那一双 挂着东珠的丝驴 心里差异 明明 你站在那里做什么 上宫只得替她掀开竹脸 衣着滑贵的端阳走进来 靠近柳芙一时 心中砰砰直跳 飘了她一眼 转移帘步到了赵太妃身旁 挽住了她的手臂 连声音都比平时温柔许多 母飞 地基身上是沐浴后浓郁的熏香 赵太妃的目光 在她头上的娇花走了一早 心里咯噔一声 有了不好的预感 身子还没养好 怎么就跑出来了 端阳转过身子 露出了明艳如霞的一张脸 对着柳芙一端端行了个礼 我来谢谢几位方氏救命之恩 女儿已到长安 赞助皇宫 吃喝一应俱全 爹爹不用担心 丙妙妙咬住笔杆子 想了半天 补充道 天热影响食欲 近来瘦了几斤 但我很高兴 对了 红糖馒头很好吃 请爹爹重重赏咱家厨子 两手将信纸折了两折 抬头在桌上 四处寻觅信封的时候 看见撑在桌脚上的 一只白皙的手 林妙妙一个猛回头 正对上沐生 来不及收回的脸 你这人 怎么偷窥别人写信呢 沐生冷笑了一声 后退两步 慢条丝里地坐在椅子上 翘起了修长的腿 我倒是写给谁的 欢迎收听 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 白雨摘雕工 主播 暖阳 第三十集 是白敬亲手绣的 妙妙回头打量着她 沐生一向竖发使人 这条白色发带 几乎日日不离身 既然如此真是 养母送的发带 看来他们母子之间的 关系也没有那么差 那沐姐姐的娘 带你也还算不错的 沐生不应 脸上划过一抹 鸡翘的颜色 拿收腰柄在桌上敲了敲 你的信要怎么送 妙妙将信封揣进怀里 我早打听过了 有一位大员要去江南赴任 可以拖他的随从烧过去 他进行出发 在南郊坐船 他嘟囔的 山高水远 既信也这么麻烦 往小小的包裹里 小心地装了两块点心 用眼神询问沐生 嗨 够吗 少年皱眉看着他 问我做什么 林淼淼反问 你不和我一起去 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去 片刻 某中闪过一丝冷笑 哦 林小姐害怕迷路 妙妙接住她的嘲笑 黑白分明的性子眼里 闪烁着笑意 不否认也不反驳 对 她将包裹打好鞋 熟练地系在身上 穆姐姐一早说了 我们兵分两路产 她和柳大哥 忙活了这么些天 我们两个一直窝在房里 闲着也不太好吧 林淼淼吸之大部分剧情 原身送信一节 看似无心 却引出后闻无限的风波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她作为NPC 推动剧情义不容辞 沐生眯起眼睛 你想顺便去查案 林淼淼满脸地诚恳 外面那么热 我们不跑 就得沐姐姐奔波 你忍心吗 陆九在刘月宫待了两个时辰 后背已经全石头 走在出宫的路上 步履虽仍然有些虚浮 但比来时轻松了许多 她垂着头 上了沐瑶半个身子 可沐瑶放慢了脚步 刻意与她并肩而行 听说陆先生的沉香居 生意很红火 长安城里算是独一份 陆九擦了一把 额头上的汗珠 谦逊地笑道 哪里哪里 下酒流的生意人 勉强糊口而已 沐瑶回头打亮着她的脸 陆九不过若惯 已经是长安城里有名的香屍 日尽斗金 一个生意人混到今天这一步 靠的就是为人低调 处事圆滑 甚至时时悟得有些畏手畏脚 沐瑶看她扮上 才开了口 语气听不出喜怒 陆先生明哲保身是对的 只是千万要对得起良心 诗话的时候 那双琉璃眼瞳显得格外的明镜 眼角下的泪质冷冷清清 她看起来如此纯粹纯洁 不容欺骗和恶力 陆九的脚步一下子断住了 身子微微地有些发颤 飞快地压低声音道 莫姑娘 此事太复杂 我劝你们 还是不要查下去了 沐瑶眉眼间闪过一丝 微不可查的疑惑 不动声色的道 陆先生的意思是 见陆九犹豫 沐瑶下意识地回头 去找柳福一的身影 却见她和身披名侠式的 端阳地西并肩走在一起 远远地落在后面 几乎看不清脸了 她无声地回过头 声音也带上了一丝情绪 你放心 我们捉妖人一生 都只为百姓符旨奔波 连妖魔都不怕 自然也不畏强权 陆九迟出了片刻 叹了一口气 唉 我们生意人 结交的朋友 三较九流 知道的消息 又多又杂 她咬了咬牙 压低了声音 沐方氏 您去过皇家兴善寺 觉得那里如何 嗯 气势恢弘 沐瑶沉吟了片刻 说道 但我有一点疑惑 我对风水了解不多 但我记得 大殿背后需要衣衫 兴善寺离城中这样紧 四周都是一片空地 似乎有些不妥 陆九摇头叹息 唉 您说的没错 寺院风水 应该立子舞相 做王空献上 这样才好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兴善寺见寺之初 方氏们千挑万选 选了最合适的一处地方 就是一只山的 之所以您觉得奇怪 那是因为 赵太妃礼佛十余年 十年前的兴善寺 并不是你们看到的那一族 木窗下 茂盛的宣曹 扮演着公道 娇小的身影 站在华树的阴影下 佩云 知道什么变快说 咱家身上的事情 还多着呢 绸缎关袍的内奸 怀里垂着浮沉 左顾右盼 焦急地望着少女 欲绝的脸 地鸡 似乎是喜欢上 那个方氏了 佩云手上捏着石盒 长截下 是迟疑和忧虑 那你 两人交头接耳 低声交谈了一阵 一左一右分开了 身影消失在 岔路口的两端 哼 果然 凤阳宫的窗框 就是一个景框 框住了这样 秘密的场景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木窗被轻手轻脚的和尚 窗内几个小宫女 面面相娶 神情闪烁不定 佩云姐姐 原来佩云姐姐 她真的一直 跟别宫的人有来往 噓 佩云稚气的脸上 露出了愤怀的神色 都给我忍着 总有一日 抓住她的把柄 亲手将她交给地阶 越往南郊走 气势壮阔的 褶石色飞檐 月稀疏 悬上有成片的荒草 草叶足有半人高 原下是连绵的凉田 一眼望不到尽头 刺目的目光 照在郁郁葱葱的树前 在地上投下铜钱般明亮的光斑 林妙妙随目声从马上跳下来 飞快地躲到了树荫下 脖子上被晒得火辣辣的疼痛 浑身冒着热气 目声一身上下都是黑色 马尾高高的竖起 把烧扫在背后 脸上竟然连一滴汗也没有 简直有违物理常识 林妙妙靠在树上咕咚咕咚地 喝完了半壶水 还是漏了许多 水流着脖颈流进浅紫色的 上茹的脸子里 林妙妙贪凉 上茹是冰丝之酒 若隐若现地 透出脖子上一节细细的 肚兜细带 浸足了水以后 那袋子愈发地鲜红 映衬着雪白的肌肤 那碰撞的艳色 像一条细细的小蛇 直往人心里钻 沐生看得横出火气 你的嘴是漏胡吗 少女这才懒然地停下来 抹了抹嘴 对不住 话音未落 那点羞愧马上就消失了 上下将她打亮了半上 祈祷 你怎么一点也不热 沐生露出一个机窍的笑容 一点都不想理她 转身便走 丁妙妙紧跟了上去 喝水吗 她犹豫了一下 回身接了过来 仰头喝水 突然感觉 妙妙投射在她脸上的 专注的目光 长洁微微一动 与她目光相接 你看着我做什么 丁妙妙热得两侠飞红 一双眼睛微微地眯起来 倒映着细碎的光 学习一下 怎么喝水不漏呀 沐生无语了 背过身去喝水 信已经送出 沐生左手牵着马 右边跟着一个 半死不活的灵妙妙 还在向南漫无目的地走着 烈日当头 但不知为何 有人陪着这条路 竟然走得格外平静 哎呦 好热 女孩子平生最怕的就是夏天 林妙妙拿手掌挡在脸上 拖着沉重的护法 贴在树干上前进 沐生的影子落在长靴下 微抿着脖唇 游刃有余地走在烈日下 余光不住地打亮着 林妙妙的身影 但有些不理解 旁边的女孩子 怎么会突然 如一株脱水的植物 甩绵绵趴成一团 像被吸干了青气一样 尤其是 当她不小心碰到她的衣服 就如同被咬了一口似的 缩到一边 她当下便没有控制住 将她一把拉过来 眸光一沉 你躲什么 你摸摸自己行不行 林妙妙哭丧着脸 引着沐生的手 触到她胸口的衣巾 黑色短打 已经被太阳晒得发烫 沐生沉着脸 无声地松开了手腕上的细带 将袖子挽到了肘部 露出雪白的手臂 不客气地示意她再摸 妙妙被这动作吓了一跳 不敢搏了黑莲花的面子 伸手小心地摸了一下 眼睛力气瞪大了 她心底惊叹一声 还真是冰激欲骨 这天气 谁凉谁是大爷 她本能地靠近 冰蚕丝上如轻轻地擦过 她露出的肌肤 炙热的掌心 不住地摸缩她的手臂 整个人愉悦地贴了上来 带过一阵淡淡的香气 少年的感官 突然变得异常敏感 忍不住立即放下了袖子 林小姐就不能矜持一点吗 假如她是一只猫 此刻毛都要被她撸秃了 这个人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 前一秒才对她避之不及 后一秒又当她是人形冰块 她不紧摸 看样子还能随时抱上来 林妙妙察言观色地缩到一边 嘟囔了一句 不是穆公子叫我摸的吗 什么 林妙妙白手休战 连跟她争辩的力气都没有了 走了两步 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道 穆少 我们还有多久才到啊 哼 到 她冷笑一声 我们根本没往回走 一直在往南 什么 林妙妙几乎要崩溃 扭头四顾 你确定吗 我看四边都长一个模样啊 少年的嘴角一抽 雨节底下满是机窍 敷在她耳边轻飘飘地倒 出门在外 稀里糊涂客死她乡的 往往都是不识路的 林妙妙敢怒而不敢言 嘴角抿了抿 脸色茫然无助 这荒郊野地的 我们这是要走回太仓去吗 沐生也觉得无趣了 悬身拍了马背 冷淡地倒 那便回去吧 上忙 哎 沐生 他回过身来 看见微风吹起他 轻薄的乳裙和发丝 他远远地看着田耿的另一头 伸手指着远处 灰茫茫的一片的阴影 掩藏在满园的荒草中 你快看 忽然大风吹低了高草 一道日光照在露出的 飞檐瓦片上 宛如被镜片反射 化作一道眩光 直冲人眼而来 刺得灵妙妙 本能地闪躲了一下 飞檐峭壁之下 重重的梁杆向上蜿蜒 雨阶灰白 犹如草中的枯骨 凭空出现一座 灰红的海市蜃楼 灵妙妙迟疑地回头看沐生 我们 又走回杏善寺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